这应该是他不是我尺度最大的一级 铺垫已久的感情线终于在此爆发 当萧恩知道小白真实身份时 那也是他确定自己感情的那一刻 在天台的信任测试后 他终于彻彻底底爱上了这个人 晚上萧恩问小白是否可以在小小的帐篷里做大事 对于这种事情小白也是一头雾水 直接一句随便你又把决定权转向了萧恩 见小白并不反对 萧恩开始大胆地撩小白 还问他要不要继续 在一番试探之下 萧恩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于是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可到了关键时刻 小白却临时卡关 还突然问了萧恩一个问题 萧恩用实际行动说明了一切 他才不在乎谁是黑哥呢 他只在乎眼前的你啊 事实上从天台定情之后 萧恩就再也没有称呼小白为Black War 这一晚对他们来说注定是个不眠夜 看着对方的眼神 一切静在不言中 几乎一口同声 小白第一次感受到了来自双胞胎以外的心电感应 不同于黑哥的血缘链接 这是经过了风风雨雨 多次搭档互相扶持 才形成的默契感 第二天醒来 两人的关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萧恩照顾小白的各种细节 就知道他现在有多在乎这个小短腿了 紧接着萧恩把小白带到了一座大桥旁 这个地方见证了萧恩从颓废走向新生 也将见证他们致死不渔的爱情 经历了一番磨练的小白虽然外表柔弱 但早已无所畏惧了 很快他就鼓起勇气 朝着萧恩飞奔而去 就这样 两人在桥边相拥 从此成了同路人 回家的路上 敏锐的萧恩立刻发现了有人在跟踪 小白也集中生智 找到了一条单行道 两人的默契配合 顺利甩掉了老太的人马 恋爱后的萧恩完全就不一样了 曾经的该溜子竟死皮赖脸地躲在小白的怀抱 全然没有发现有人在暗中偷窥 就在此时 一道声响打断了两人的行动 看来是有人提前进入过车库 刚想追着出去 小白却突然接到母亲打给黑哥的电话 从电话里得知 黑哥已经从医院逃离 该来的总得来 小白的身份也即将曝光 萧恩把小白送出车场 谁知却碰见了暧昧对象的梦 本以为会是个大型的修罗场 可小白却提前离场了 凭借着作为女人的第六感 那么发现了萧恩和小白的关系没那么简单 在小白走后 那么终于和萧恩摊牌了 没有大发脾气也没有无理取闹 那么只是淡淡问了句 你和Black到底是怎么回事 自知理亏的萧恩也没有否认 只是点了个头作为回复 在得知萧恩的心意之后 对于那么来说也是种解脱 他知道感情的事无法强留 况且萧恩从来没有向他表白过 临别时那么还主动安慰起萧恩 让他不必内疚 转身的那一刻 两人就此没有了关系 这样坚韧美丽洒脱的那么 难道不招人爱吗 这一路强忍着不落泪 但最终还是破防了 可以看出那么对萧恩的爱一点也不少 为了找到黑哥 小白这边回到了黑哥在校外的住处 谁知楼下早有埋伏 于是小白只好从外侧翻窗而入 刚进门 就发现整个屋子像被洗劫过一样 不安的小白拿起棒球棍准备一探究竟 谁知却突然遭到黑衣人的袭击 仔细一看那人正是黑哥 无数次幻想过和哥哥再次见面的场景 本以为是个温暖的画面 却不想尽有些怪异甚至恐惧 但很快陌生感又被血脉的冲动给取代 小白像小时候那样直接泪崩 抱住了十几年不见的黑哥 可黑哥却冷漠地把他推开 还一个巴掌就扇了过去 让他不要再和团队的人往来 黑哥不想让小白躺这趟浑水 因为只有他切身地知道这其中是有多危险 可小白解释道 自己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软弱的自己 他也想为黑哥分忧 黑哥的出现将剧中的谜团一一解开 让小白非常惊讶的是 那曾经的好友星仔 居然就是伤害黑哥的罪魁祸首 这背后的大boss也终于要浮出水面了 和阿瑟谈恋爱是种什么体验 自从秘密小屋回来以后 Yoke对Dan就更加肆无忌惮 每天缠着他不说 今天又跑来了Dan工作的地方 臭弟弟撩人的手段也是一套一套的 没几句就把Dan斗的哭笑不得 还顺利约好了下班一起吃饭 两人在路边摊棚有说有笑 展开了深入交流 从对话中得知 Dan的第一幅批判画就画在了这里 顿时Yoke就来了兴致还吵着要看 作为创作的第一幅画 肯定意义非凡 一提到其中的含义 Dan的表情瞬间低沉下来 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出口 原来这上面的话是警醒他自己 当时Dan才当上泰国阿瑟不久 在一次例行检查时 突然遇到嫌犯逃逸 在追击过程中 为了保障其他人的安全 Dan展开了反击 谁知却误杀了一位司机 虽然定性为自卫 但Dan还是对此非常懊悔 毕竟死者没有任何攻击行为 如我们在第八集猜测的 导演用堕落天使的那幅画 反映了Dan为曾经重大过错而畅悔 而此事正好和肖恩的父亲有关 第二天 奸商老太那边还是队友 他们展开了跟踪行动 眼看Yoke就要被逼得无处可逃 关键时候Dan及时赶到 带他逃离了现场 为了保证Yoke的安全 Dan还暖心地送友回家 坐在河畔旁 有个郁闷的想要点之烟 却被Dan一把制止 果然有兄长的样子 把友管得服服帖帖的 两人聊起今天被跟踪的事情 Dan一眼就猜到了这和奸商有关 为了保证友的安全 也算是一种赎罪 Dan提出了要加入他们团队的请求 看着Dan坚定了眼神 又有些心动了 但是口头上的答应可不作数 于是就主动和Dan盖了个招 随后还咬了Dan一口 提醒他不要忘记今天的誓言 终于Yoke和Dan之间也有了新的进展 下一集预告 Yoke把Dan带回了秘密基地 肖恩和Dan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 Zither Harp